對呀 因為三大猴子其實這一部 這一部就是網路卡通 就是最讓人家喜歡的地方 就是因為他很貼近我們的生活 那其實柯文哲就是 把這種人物中 這種小奸小惡的個性 發揮得淋漓盡致的一個政治人物 比方說三大猴子裡面 他這個主角跟朋友借錢 然後借錢不還之後 朋友去吹了 他竟然還說 喔 大家都是朋友嗎 有需要談錢商感情嗎 那就像柯文哲一樣 他用了台北市市民的錢 辦了這個雙城論壇 結果呢 要在還錢的時候 他還說 喔 如果講完安來跟我吹的話 我就還給他 然後比方說他在裡面 提出了非常多這種 挑起對立意識形態的 寵女言論等等的 可是呢 在大家抗議說 公眾人物應該要 為自己的話負責的時候 他竟然還說 喔 大家不要這樣 我不是這個意思 然後甚至是找他周圍的女性 出來幫他圓謊 那其實這種 人物性格上面的缺陷 跟這種沒有辦法 為自己說過的話 做過的政策 負起責任的這個個性 其實就跟三大猴子裡面的主角 是非常相像的 想跟其他請教一下 因為我們基金黨這邊 提出了這個 三大猴子最夯的議題 那說柯文哲也很適合 來出演其中的角色 開通談談為什麼呢? 對啊 因為三大猴子 其實這一部 這一部就是網路卡通 就是最讓人家喜歡的地方 就是因為他很貼近我們的生活 那其實柯文哲就是 把這種人物中這種小奸小惡的個性發揮的淋漓盡致的一個政治人物 比方說三大猴子裡面 他這個主角跟朋友借錢 然後借錢不還之後 朋友去吹了 他竟然還說 哦 大家都是朋友嗎? 有需要談錢商感情嗎? 那就像柯文哲一樣 他用了台北市市民的錢 辦了這個雙城論壇 結果呢 要在還錢的時候 他還說 哦 如果講完安來跟我吹的話 我就還給他 然後比方說他在裡面提出了非常多這種挑起對立意識形態的寵女言論等等的 可是呢 在大家抗議說公眾人物應該要為自己的話負責的時候 他竟然還說 哦 大家不要這樣 我不是這個意思 然後甚至是找他周圍的女性出來幫他圓謊 那其實這種 呃 人物性格上面的缺陷 跟這種 呃 沒有辦法為自己說過的話 做過的政策負起責任的這個個性 其實就跟三大猴子裡面的主角是非常相像的 因為另外就是說他其實還有另外就是說也有網友說 柯文哲好像從頭到尾都一直都在演嘛 包含我們有掛看板 也就是說 你應該要冰藏來比這件事 可以幫我們猜一看這個冰藏的巧合嗎 哈哈 對啊 因為其實柯文哲像冰藏是已經很多人都講過的嘛 因為他在2014年的時候是民進黨支持的 大家覺得 他好像是一個綠的這個 自己自稱是墨綠的皮 那結果出來之後呢 裡面是白白的 可是結果呢 檳榔一搖進去 搖一搖吐出來 竟然是紅色的 其實我們陸續在這幾年 他的操作就可以看得出來 不管是雙城論壇跟中國的關係 甚至是直接有中國叫他選總統 這樣子的言論出來 那我們台灣基金會認為說 你敢做你就要敢承認 所以我們就是把他做過的事情揭露出來 結果呢 光是把自己講過的事情揭露出來這件事情 竟然還會被他的支持者批評為說是在挑起社會對立 這個是台灣基金沒有辦法忍受的地方 因為柯文哲從之前到現在 他也有很多言論嘛 可能今天打臉昨天的主題 會覺得說推薦他來演這部 可能卡通或是網路影片 是因為他本身就很愛演很會演 他本身就是一個政治上面的小丑 非常愛演獨角戲 那我們這邊有一個說法 柯文哲他其實是一個量子科學家 柯是柯文哲的柯 為什麼 因為他所有事情都是疊加態 比方說他二二八爸爸那個阿公死法 就有好多種嘛 那他一下子默律一下子跟中國親中 一下子又批評政府的能源政策 但他自己提出來的政策 又是朝著政府這個方向走 所以我們會認為說啊 柯文哲目前他的選舉策略是選票最大化為考量 就是他所有的政策都是包牌 那就是為了迎合所有支持者 對他的這個各種 幫他擦枝抹粉啊 就是幫他想辦法解釋他的言論的這個路線這樣子